无愧的工人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做无愧的工人 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他工作 荣耀他的名 那从前两年开始 我们一直在思想一个题目 那仍然是神话语的全能 我们要强调的是 那就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真理 这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所讲的 换句话说 圣经的真理是出自神而不是人的发明 那虽然圣经是由四十多位不同的作者 把他记录下来 那记录了自有人类以来的历史了 但其实他只有一个作者 这个作者就是神自己 在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那说 那是人被圣灵感动 说出神的话来 那上次节目时间 我们给你看到了 为什么神的话必须要存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中 特别是在我们的舌头上 因为神的话从人口中出来 就成为圣灵的宝剑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与教训都泽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也是用神的话语去面对撒旦 并以圣经作为他教训人的基础 又纠正了一些人错误的看法 好 今天呢 我们要把旧约和新约分开来看了 圣经是由旧约和新约两个部分组成的 旧约是讲神和在旧约之下的人 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 所谓的就是旧约了 那么所谓这个约呢 简单来说 就是神和人之间所定立的一个盟约 神是立约的一方 而另外一方啊 这是由亚伯拉罕为代表的 这就包括了亚伯拉罕一切的后裔 都在这个约之内了 由于约的关系 神和人中间就有了一个特殊的关系 这个关系常常出现在圣经里头 圣经说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那么至于新约呢 那就是由马太福音开始 直到启示录了 是论到神在新约之下的人 那是论到神和在新约之下的人 因为在旧约下的以色列人 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 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毁了约 离弃了真神 转而去敬拜假神 所以神就废了旧约 另立新约 那其实新约的目的和旧约的目的是一样的 也是神要和人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 所不同的呢 只是新约是由耶稣代替人的这一方 与神立约 他是头一个实行和完成神旨意的人 他不但与神建立了特别的关系 并且他所拣选的人 也可以和神有特殊的关系了 那么我们用以上这个角度来看旧约 我们就发现 整本旧约其实是部署和预备神儿子的来临 好 现在我们就转到新约圣经里头来 新约圣经所具备的权威和旧约圣经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都是来自同一位作者圣灵 好 我们先看看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在这里 耶稣告诉门徒他要离开他们 耶稣就这样说了 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 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 但宝慧师就是复应我的名所要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我希望你留意 耶稣在这个地方同时提到了过去和将来 约翰福音的记载不单是个人的回忆记录 那是有圣灵的提醒 所以能够非常准确的报道每一件事情 因此这不单是一本好的记载 更是由圣灵所启示的记载 因为圣灵亲自将一切的事指教给门徒 耶稣还对门徒说 他们从他口中所听到的将来也必从圣灵那里得到提醒 那因为耶稣和圣灵都是神呢 那跟着在约翰福音的十六章十二到十四节了 耶稣就说 他还有许多的教导是未得完全的 而这些教导门徒却是必须要知道的 那怎么办呢 耶稣就说了 不必担心 因为他们将来有真理的圣灵 会继续的教导他们所必须知道的各项真理 耶稣不是勉强把门徒现在不能够明白的事情告诉他们 他乃是把这个责任留给了圣灵 耶稣说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 那因此圣灵的工作是要引导门徒进入真理 把有关耶稣的一切的启示告诉他们 所以新月圣经的一切记载并不纯粹是个人的回忆或者是研究的记录 那是圣灵所提醒他们写下来的真理 也可以说是真实的记载 那我们讲过了圣经虽然是由许许多多人之笔写成的 但作者只有一个 那就是神自己 是神在许许多多的事迹当中向人的启示 叫人写下了圣经 那然后神又在读圣经的人心里头向人解明他的话语 直到今天 神仍然继续向我们说话 叫我们能够明白圣经 那我们会看一个读圣经 相信圣经和遵行圣经的人 会有怎么样的结果 我们会讲到圣经的本质和他对我们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看神话语的本质 这是一个十分令人兴奋的题目啊 我们看西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二节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魂与灵 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义都能变明 好 我们来思想这一节的圣经了 神的道是活泼的 不是死板的 是有功效的 那原来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有能力的 神的话语满载着神的能力 能够深入人的每一部分 骨节和骨髓 那本是人体当中的两样不可分割的东西呀 但是圣经却能够次入把它剖开 那还有魂与灵也是一样的 我们需要神的话语 只是我们 只是我们的灵与魂 才能够我们明白 才能分别 那到底什么是属灵的 什么是属魂的呢 只有神的话语能够分辨 因为两者是不同的 一般来说 属魂的是人的情感这方面的 理性上的事情 它的重要性我们当然不能够否认呢 但是它和属灵就不同了 因为灵是直接从神而来的启示 是超乎情感和理性的 那神的话连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 那有人曾经说啊 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圣经也把你的情况给读出来了 这是两方面同时进行的 有一个很有学问 却是非常自大的年轻人 他很看不起圣经 因为圣经所记载的只不过是一些迷信啦 传统啦和神话故事之类的东西 于是为了找出圣经里的错处啊 他就决心要读圣经了 他为自己定下了一个读圣经的计划 就像研究其他的书一样的 他想最初步的一个功夫呢 那就是要先把圣经从头到尾的看一遍 那一遍能够全面的先做一个初步的了解 于是他就由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看起了 可是他就发觉越往下看就越不明白 但是他就想啊 以我这样有学问的人 什么书都难不倒我啊 于是他就坚持要看下去 直到看完为止 经过九个月的时间 九个月的时间 他已经来到了约伯纪了 但是他仍然不明白 而且觉得很枯燥 很发胃 可是他同时又发觉 虽然他不明白圣经的话 但是他在虚心研究的时候 他自己有了改变了 他不再像起初那样的自大 同时啊 他不再那么自信武断了 他开始承认自己有欠缺的地方 而且他发觉自己对往日所沉迷的一些娱乐啦 比如说跳舞啦 喝酒啦 赌博等等 很多青年人所喜爱的一些刺激了 现在已经开始失去了兴趣了 他不明白所以啊 直到有一天 他在读月薄纪的时候啊 他遇到了神 那这是他生命的一个转据点啊 从此之后啊 圣经就成了他最需要的书了 而且当他读圣经的时候 他真的感受到神在向他说话 神和他在一起 这个感受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 帖撒诺利加前书的第二章十三节 保罗对帖撒诺利加的信徒说 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 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 就领受了 不以为是人的道 乃以为是神的道 这道实在是神的 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 好 那当我们接受神的话的时候 神的话语就在我们身上产生了功效 这是何等的不同啊 但是问题倒是 我们是不是接受圣灵是神的话语呢 我们是不是用信心去接受他呢 如果是 圣经就必定会在你的身上工作 就好像是神心意所期望的那样了 好 另外一处非常重要的经文 是彼得后书的第一章三到四节 我们都知道了 保罗是一个受过高深教育的人 但是彼得呢 就不同了 彼得只是一个渔夫啊 就奇怪的是 当他们写圣经的时候 彼得所用的 竟然是比较深奥复杂的一些句子 或者一些词句吧 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啊 也很容易看出来 我想这正是神的恩典和他能力的彰显了 彼得在这里说 神的神能 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 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 照我们的主 好 我们首先留意 这节所用的时代 就是时间状态的意思 时代 神的神能 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 那注意了 这是已经赐给的 在我们祈求之前呢 他已经给了我们了 不需要我们去求了 就已经赐下了 那么赐下了什么呢 下面彼得继续就说了 总和一句 那就是关乎认识基督的事 我们怎么能够认识基督呢 好 第四节圣经说了 因此 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这应许又是什么 就是神的话语 换句话说 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 都已经在神的话语的应许当中赐给了我们了 那这一点呢 我们应该要好好的 或者说牢牢的记住的 在旧约那个时代 神借着领袖约书亚 把以色列人带进应许之地 而新约的时代 神又借着我们的领袖耶稣 耶稣和约书亚 这两个名字啊 在希伯来文呢 是一个字哦 神借着耶稣 也把我们 领进了应许之地 神要把他的产业赐给我们 那不过 神对约书亚说 你交掌所踏之地 才是你的 那么换句话说 约书亚有责任 领以色列 踏遍神赐给他们的地图 那同样的 神在耶稣里头 所给我们的一切应许 都已经记载在圣经里头了 但是需要我们去应用 我们要把它拿过来 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这样呢 才能成为我们的 因此 如果你不应用的话呢 你虽然身为王子了 但实际上啊 哎呀 你的生活就穷得像一个讨饭的一样哦 我们要记住啊 神一切宝贵的应许 已经给了我们 等待我们去知识了 去应用了 应用神应许的结果 又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 令人难以置信啊 应用神应许的结果 可以从彼得后书的第一章 第四节的下半节 能够看得见的 那圣经说 叫我们既脱离世上 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你想想 当我们接受神话语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有份于神的性情了 因为神就是在他的话语里 当神的性情进入我们生命之中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脱离一切的污秽败坏了 好 让我们再重复一遍 如果我们相信和领受神的应许 每一样我们的 我们所相信的 都已经赐给我们了 只要我们把神保护的应许 用在我们的身上 这个时候啊 神的性情就进入了我们生命之中 成为我们的了 而当神的性情进入我们里面之后呢 世俗一切的情欲和败坏 都会一扫而空了 你记得雅各和他所梦见的天梯吗 创世纪二十八章记载 他看见神的使者 在梯子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梯子的底部呢 是在地上的 但是顶部呢 却直通天上哦 神站在梯子的上面 神的话语也可以比喻成这个梯子一样的 神的话语就是这个梯子啊 每一个阶梯就是神的每个应许了 我们每次领受神的一个应许的时候 我们就踏上了一步 就是望上他的一步 就更接近神一点了 我们可以从地上一直的上去上去上到我们的父那儿去到神的面前 那这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 一切全都在圣经里面 他能够改变我们 改造我们 我们只管让神的话在我们心中做工 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话语的奇妙和全能了 好 接着下来 我想用点时间看看神的话语所带来的果效 神的话语带来的第一个果效就是 他能够产生信心 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 圣经说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好 你要注意了啊 信心是怎么来的呢 是借着听神的话语而来的 可能你在最初开始读圣经的时候 是没有信心的 或者是没有足够的信心 但是不要紧哦 只要你打开你的心门 虚心的聆听和接受神的话语 信心就会越来越增加了 那有一个病人呢 他躺在医院里头有一年之多了 一年还多了啊 他的病总是医不好 医生也帮不了什么忙了 那他是一个信神的人 他常常说啊 如果我有信心 神就会医好我的 但是呢 接着他又会在那叹息说了 哎 只可惜我没有信心了 这个人就陷在一个极大的黑暗之中 可是有一天呢 当他读到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的时候 他知道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神的话语来的 他的心就豁然的开朗起来 有了一线曙光了 于是他读圣经 并且相信圣经 于是他就得到信心 结果神医治好了他 一年之后啊 他完全的康复了 这样呢 他就离开了医院 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 你只要读圣经 让神的话语进入你的心里头 那么你就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 得到信心了 好 第二 神的话语是新生命的种子 能够使人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 雅各书的第一章十八节说到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 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 好像初熟的果子 你看呢 神借着他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动工 使我们得到新的生命 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圣经说 你们既因信从真理 竭尽了自己的心 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 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 你们蒙了重生 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 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 好了 你想知道我们是怎么样重生的吗 那新生命的种子是什么呢 就是神的道 是不能坏的 我们知道宇宙之间的有一个定律 那就是种子的本质决定了这一颗植物生命的本质 如果你种的是橘子 你当然收获的是橘子了 绝对不是苹果的 这是我们都明白的事情 种子的本质就告诉了我们将要出来的是怎么样的生命了 但是经文说 我们重生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了啊 将有一个不能坏的生命要从这个种子出来 我们重生所得到的生命是神自己的生命 是他把自己的生命分给了我们 而他的生命呢 是永远不能朽坏的 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生命的本质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才有意义了 好我们再来看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 申请说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啊 这个生命是胜过世界的 因为是从神生的 好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第三个效果了 第三个效果 神的话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滋润 新生的婴儿所需要的是什么呢 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他所需要的喂养 得到适当的滋润 那么谁为我们提供生命的养分呢 我们知道 父母会为婴儿预备一切的 同样的 在属灵方面来说 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养分 是神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提供给我们的 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二节 圣经说 就要爱慕那纯净的宁奶 像财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 哎呀 你想想 出生的基督徒需要什么样的喂养呢 是奶 就是一些他们容易消化明白的真理 而不是一些很复杂的神学理论 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四节那说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那另外在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 讲到那些 那些虽然有旧约圣经 却得不着益处的人 经文说 看你们学习的功夫 本该做师父 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 另教导你们 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 不能吃干粮的人 凡只能吃奶的 就不熟练人意的道理 因为他是婴孩 唯独长大成人的 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窍 练习的通达 就能分辨好歹了 那这些是认识神的人 他们已经有了神的话语 可是他们却不去应用 他们只靠奶在那生存 所以永远停留在婴孩那个阶段 没有长大 没有进展 就像今天好多信徒那样 只能够吃零奶 不能吃干粮 他们虽然信主十年八年 但是仍然是需要像婴孩那样的 让喂些奶给他吃 但是你想一想啊 这是多么可悲的现象啊 十四节就继续说了 唯独长大成人的 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窍练习的通达 就能分辨好歹了 那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能够进食干粮了 我们就必须要操练自己哦 那学习用我们的属灵的感官 去阅读神的话语 去思想它 去研读它 去明白它 用我们的祷告 去消化吸收 并且在日常生活当中 把它应用出来 这样呢 我们才能够渐渐的成熟长大 不过 无论我们成长到什么阶段吧 神的话语 依然是我们所需要的粮食啊 好 最后就是第四个结果 神的话能够照亮我们的心思 大卫在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一百三十节那说 你的言语一解开 就发出亮光 是与人通达 那教育不能给人亮光 一个人可以受过很高深的教育啊 但仍然是活在黑暗之中的 可是当神的话一来到 就发出亮光 使人明白了 有一位到非洲当地去当老师的 他说啊 非洲人一般呢 都非常热爱知识的 沉迷科学学问的 他们以为教育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 智慧是同样重要的 单有智识而没有智慧 加上去运用的话 结果也是愚蠢的 只有当我们研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的心思才能够得到光照 能够得到真正的智慧 那好了 所以当我们肯谦卑的 接受神的话语的时候啊 我们的生命就会有非常奇妙的改变的 由于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我最后提醒你 我问的准备那本小册则是免费送给你的 叫圣经自修课程 欢迎来新缩曲 好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